皇帝 母亲 他们俩看起来那么恩爱 这可不好办了 这过几日皇帝的册封输下来 就来不及了 是啊 母亲也着急着呢 得找你和豫章王单独相处的机会 这多两日 太后 想让你和王宿一起 共赴江南治水 皇妃的兄长 他可是个丰仁公子如何担得起治水大人 大王 太后这葫芦里卖什么药啊 王廷虽然谋反失败 可太后毕竟是王室之女 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王室就此落败 可王宿是虔诚相执子 太后难道就不担心吗 王宿 一个纹固子弟 不问正事 至少在当下我还无需当心 咱不妄议吧 且看看他们还有没有后招 那大王的意思末将到底该不该去 江南水患乃是国之大难 百姓流离失所 生灵涂炭 我原也以为 那王宿只是个花花公子 直到我看了他写的治水册 是 洋洋洒洒 绝非夸夸其谈 说不定真能有所建树 也是天下百姓之福 只不过 怀恩啊 这一去除了水患流民瘟疫之外 你还要特别当心 人心叵测 怀恩谨记 那怀恩和玉秀姑娘的婚事 该怎么办啊 废话 选个黄到吉日 都不能让怀恩走之前 连美人都抱不上吧 好 就这么定了 走之前 把你和玉秀的婚事办了 到时候 咱们不醉不归 好了 都要做将军夫人了 以后啊 不许你再给我绣剪指甲了 就是因为要嫁人了 日后伺候王妃的机会少了 才想要多伺候您几日 我怎么觉得 你跟宋将军订婚之后 反而笑容比以前少了 王妃 说心里话 玉秀不过是个吓人 您帮我圆梦 给了我配得上 宋将军的身份 可是我总觉得 这一切都不敢说于我 所以心里有些磅磅 你就是个傻丫头 想那么多干吗 宋将军若是嫌弃你 怎么会战争找我来提亲 再说了 他也是寒门出身 你何必作践自己 可是 宋将军 从未说过 他也喜欢我 男人多半如此 做得多说得少 好 王妃说的事 已经明白了 你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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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的 呢 有何事 再过几日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不用再自成婢子了 多谢大王 真好 怀恩有福气呀 再过些日子 他就要随着江夏王 去江南治水了 我想 让你们尽快成亲 不是说 江南水患导致瘟疫频发 那宋教主 不用担心 怀恩随我出生物死多年 能争善战 石头猛虎 他不会有事的 我只是想 看着你们早日成亲 早些生下个大胖小子来 大王 玉秀知道了 好 去忙吧 去忙吧 是